在新婚之夜 老公意外的发现 老婆的肚子上 纹了一个二维码 他好奇的抓起手机 扫了一下 这一扫不要紧 上面明码标价啊 帅哥五十元一次 丑的一百元一次 老的五百元一次 这老公一看 是活帽三丈 一脚就把这老婆 踹到了床底下 第二天就离婚了 新娘和新郎入洞房 洞房之后啊 这个新郎就问新娘 媳妇啊 咱俩呀 是生姑娘还是生儿子呢 咱俩生一个还是生俩呢 咱都要几个孩子 这时候新娘就说了 可不要了 咋的呀 耐揍我 说生孩子咋能挨揍你 就这样啊 他就问他 可不行啊 一个不行百个不行 说倒是因我啥呀 哎呀我跟你说呀 在我跟人家结婚之前呢 我就生下一个孩子 哪让我爹给我揍的 我可不敢再生了 说有这么一对男女相亲 这个女的到那都说呀 开门见啥嘛 我邪恨的男人 是拥有高学历 和广阔梦想的人 这个男的说 我很符合呀 你说的不都是我吗 这个女的都说了 是吗 那你的梦想是啥呀 这个男的都说 我的梦想啊 从儿时到现在 一直都没变过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第一条 我上学的时候 已经完成了 第二条 正是我现在的工作 这个女的都说了 真不错 你是从事啥工作的 这个男的都说 我是送快弟子 有一个傻子 结完婚入洞房之后 问他媳妇说 你叫啥名啊 以后我就叫你的名字 他媳妇呢 又好气又好笑的 看着傻子一眼说 你叫我阎王爷吧 傻子听完之后 蒙头就睡 半夜呢 媳妇有点寂寞 用脚勾勾勾 傻子的腿 这傻子呀 啥也不知道 觉得有人勾他 结果赶紧的喊 爹啊 爹你赶紧过来吧 阎王爷在勾勾我 这爹一听啊 不大一会儿 就跑到傻子的洞房里面 跑到床前 跪着就喊 阎王爷啊 我儿子刚结婚 啥也不懂 你要勾就勾我吧 朋友 请问你是单身吗 想不想找一个 温柔体贴的女朋友 陪伴在身边 左下角 这个默默教友 上线优先匹配 同成单身男女朋友 不用加好友 也能聊天 特别高笑 想找个合适的对象 就来默默教友吧 姐姐不能生孩子 姐夫说 让我帮忙 生一个给十万块钱 好纠结啊 我应该怎么办 女人喝醉了 最想干什么 你知道吗 今天呢 我就把关于我们女人的 这个秘密都告诉你 他们不敢说到我来说 我不怕爱骂 因为我说的呀 都是实话 这个时候的女人呢 会非常的大胆 会很兴奋 会做一些平时想做 却不敢做的事 而且呢 说的都是真心话 所以呀 对女人一定要有耐心 瞄准这个时机下手 速战速决 朋友 你真的没有老婆吗 如果你现在还是单身 我给你介绍个老婆 你想要吗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不需要你花钱投资 也不管你多大年龄 都可以 就在你家附近三公里之内 她们都是单身 真心想找对象的美女 看见我左下角 这个蓝色的小方块了吗 点进去就可以聊了 想聊什么聊什么 想聊多久聊多久 可以语音 可以视频 都是附近单身美女 主动找你 孤单了 想找个何得来的心上人 就来轻聊交友吧 快点左下角去试试 如何让男人快乐呢 今天呀 我就来告诉你 这个方法呀 谁用谁受益 赶紧点赞收藏起来 要不然啊 看着看着就找不着了 第一个呢 就是要喂饱她 你把她喂的饱饱的 她才不会跑到外面去偷吃 第二个呢 就是你要在背后 默默的支持她 鼓励她 哪怕是说呀 她创业失败了 你也不要去指责她 埋怨她 多给她一些温柔 多给她一些鼓励哦 第三呢 就是多给她制造一些浪漫的气氛 时不时的呢 给她生活增加一些调味剂 最主要的是 你要多给她一些私人的空间 不要整天一神一鬼的 跟个侦探一样 搞得就像警察抓小偷一样 相信我说的话 你们家的老爷们呢 肯定会把你宠上天 那么她开心了 你不就开心了吗 你们的婚姻生活不就和谐了 美满了 你们觉得我说的对吗 视频对面的朋友们 如果你还是单身的话 我告诉你一个找对象的好地方 不管男女 点击我视频左下角 下载轻调APP 超多小姐姐等你上线 赶紧过来下载一个吧 让你充分体验一下 对美女包围的幸福感 而且都特别主动 你知道女人喝醉了 最想干什么吗 今天呢 我就悄悄地告诉你 这个时候的女人呢 一般比较兴奋 也会很大胆 会做一些平时想 却不敢做的事 而且说的都是真心话 所以说追女生呢 一定要瞄准时机 就在这个时候下手 速战速决 那么你想不想找一个 温柔体贴的女朋友 陪在你身边呢 今天呢 我送你一个老婆 你想要吗 左下角这个她去 上面都是很久 没有找过对象的 单身美女 关键是同诚 聊得好 还可以约出来见一面 不是开玩笑的 你能看得见电话号码 想什么时候联系 就什么时候联系 先视频后见面 脱单力比较高 想找对象的 快来试试吧 女人可以忍住多久 不找男人呢 今天我就把我们女人的 那些老底全都告诉你 其实女人呢 就像一朵鲜花 男人呢 就像牛粪 牛粪必须提供养分给鲜花 它才能盛开的娇艳 所以说男女之间啊 都是互补的 如果你遇到自己喜欢的女人 你也稍微主动一点 毕竟茫茫人海当中 找到一个合适的概率啊 是很低的 没有那么容易的 你想不想找一个另一半陪伴在身边呢 如果想的话 我告诉你一个找对象的好地方 不需要你花钱投资 只要三秒就能找到你喜欢那个人 在首号视频左下角 这个小方块 你点进去啊 就可以联系了 人圈上有很多单身美女 聊天自由 不加好友 也能视频聊天 同城见面 想找对象的 赶紧点左下角试试吧 你知道工地上的男人想老婆了 该怎么办吗 今天我就跟你实话实说了吧 我也不配骂 他们不敢说 我来说 其实我们都知道 龙民工出来打工 一年就会加一两次 常年见不到老婆 提起这个问题啊 我们很多龙民工都感到十分的心酸 如果说你也是单身 是真心想找一个温柔体贴的女人 陪伴在身边的话 今天我告诉你一个好地方 不管你多大年龄 也不需要你花钱投资 你看到我视频 左下角这个小方块了吗 点进去 就会有附近的单身美女 主动找你聊天 你看得到电话号码 圆圈上有很多单身人士 不用加好友 一见就能聊 想找对象的 点左下角试试 点左下角试试